身体不顺会得气喘 这就是风大的病 那第二个该预测的功德就是 会除掉病 有病会好 第三个 你的身体的脏物会少 会除掉这种沉过的脏病 第四个身体会轻 我们洗澡以后是不是身体很轻 身体很轻嘛 那身体轻就很舒服 第五个月洗澡以后 我们身体会比较清净会比较白 这个所以会有得肥白 所以做预测预示这个 除风病毒菜 除去成功身体轻便能够得肥白 有这个功德果报 所以让人家布施这些 你就知道它的种种的阴影果报会非常好 在这里面 在有一部叫《诸德福田经》里面 有讲有七法布施 以后会升天 而且升到梵天 那在《阿含经》里面也有 所以我们把它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说明 让我们对于布施的果报 我们很清楚 那这里面 第一个是盖佛塔 还有盖僧寮 盖佛塔盖僧寮 盖佛事里面的种种的要用的东西 这个以后果报会升天 升到梵天 第二个 能够布施花园 还有花园里面的果树 还有能够玉池 能够洗玉的这些水池 这些都会以后会有布施给福田 那这里面有树木 会让它得清凉 以后会升梵天 那第三个是 布施医药 能够让人 能够治疗他的病苦 布施医药能够治疗病苦 这在我们台中 我知道的有一个大学里面 他们都会成立医疗团 成立医疗团 他们就会在两三个星期的时候 就到佛寺里面去 到普里的佛寺去 为僧众们看病 这些人里面有的人 他们是台中有的台北 有的高雄这样 全省这样各地汇集起来 然后星期天去帮僧众们看病了 有这种这么发心的人 如果以这个发心之下 以后生到梵天去 如果他们要发愿的话 他们以后会得阿尼多三百三佛地 第四个能够做一些 我们在古代里面 要渡河 在中国大陆的渡河 还有在印度河那种河很广 他能够做河 让人家从这个河渡到那个对岸去 从这个岸到那个岸去 能够帮助人家离苦 你看这种 把对方当悲田 这种以后会生到梵天去 第五个 我们铺桥造路 我们台湾有一些团体 他们专门在铺桥 那有些人 他们是看到路有凹凸不平 会危险 他就很善心 他就去弄薄鱼 去把那个路铺平 所以铺桥造路 有很多这种善心人士 这种功德 以后会升天 升到梵天去 那架设桥梁 度一些苦的人 过度累落 第六个 在路边能够做一些井 以前是做井 让有一些口渴的人 能够喝水以后 他不会口渴渴死 那以现在来讲 我们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能够 有人 你看到有人在走路的时候 好像你看到他比较苦一点了 你会布施矿泉水 布施什么给他 我在全省行脚的时候 就曾经碰到一个人 他骑摩托车的时候 看到我在走路的时候 那应该很饿 很可 他就去买了那个矿泉水来 他做了多高兴 至少他这时候心很欢喜 那以后他就更 对三宝更有信心 第七个 照做的静测师便利处 静测就是预测了 测试厕所 让人家方便 上厕所 如果没有地方上厕所 我们不是要在旁边 大小便吗 那不是很不干净 那会像那个动物一样 那如果布施这个东西 那让人家方便的话 他的善心 食心 这个也是财物 不一定是吃的东西 但是这七种 他的功德会让生贩天 那如果是在阿含经 真理阿含里面 会谈到的 生贩天也是 有一些姻缘 那第一个 四个姻缘 第一个是盖佛寺 盖佛寺佛塔 这个会是生贩天 第二个 像比如说地震里 又有很多的寺院 他倒塌了 那帮这些 已经倒塌 或者有破损的 这些事愿 把他重整 把他盖好 这个也会生贩天 那第三个 就是像贩天王 他请转法轮 佛出世的时候 下来 请佛祖转法轮 利益重生 这个也会生贩天 他的功德 第四个就是 生众们 能够劝生众们 能够安身办道 能够稳定下来 好好修行 那以后也会生贩天 有这四个因缘 那还有我们怎么样 增加我们的功德 这个增加功德的时候 福报没办法计算了 我们在正义案里面 也会看到 第一个盖寺院 盖寺院 然后布施给寺院里面 生众他能够修 安身办道的 那个东西 比如说 另外的是 床 有房子 就需要床座 来睡觉 那布施给生众 那再来 有地方住 有地方躺 能够睡 还要有吃的 才能维持生命修行 所以身安而后 倒容 这个食物 再来 出外的时候 有时候下雨 要有雨衣 要有伞 这个是出家人 要用的 那有时候免不了 会生病 出家人免不了 会生病 布施给他的医药 这个也会功德很大 第六个 我们在外面 就像刚刚讲的 在路边 能够布施饮料 布施饮料给人家 让人家方便 那第七个 在路边 在哪个地方 有提供房子 给人家住 有些人 平常我们讲 每地方住 住住哪里 住车站 住车站好吗 太不方便了 而且 很急不安稳 那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地方 给人家住 那 这个地方 福报很大 那我们看到 县市里面 我们有看到很多人 有一些 发大心 发善心 提供一些住的地方 给人家住的时候 其他那一市里面福德 福报就很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有种种这种银眼国报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那曾经有人问 问我一个问题 照佛像 会有什么功德果报 我平常都听人家讲说 我们来发心 起佛事 我们知道福德已经能够生犯天了 能够布施 就是生种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这些福德也很大 那该佛像 能够塑造佛像 他的功德有多大 这个地方 我们在阿含经里面 其实也有跟我们讲 第一个 总共有四个以上的功德 第一个 就是 肉眼 会得到肉眼 不坏 我们平常有看到说 有人生下来 是眼睛就没看到了 叫生盲 生盲 他有过去之的因缘 就是 那个 障碍佛的光明 还有 种种种种种 那些 毁谤正法 有那种 眼睛生下来就看不到 那种果报 那我们如果能够 盖佛像的话 那个肉眼 不会受伤 肉眼不坏 而且以后会得到天眼 肉眼不坏 以后会得到天眼 甚至以后 未来是以后会得佛眼 佛的眼睛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身体 会完整 身体玩具 身体会完整 那心不会点倒 心不会迷惑 义正不迷惑 力量又会很强 超过一般人 势力超过常人 这是第二个 功德 第三个功德 照佛像 他不会堕落三二道 而且会生人天 生在天上人间 这样 往返 这是第三个功德 第四个功德 他的明文十方 明文十方 而且福报会用不完 与福无尽 无量无边 明文四元 照佛像的功德 现在是里面 我们看到就会有这些种种 那 所以我们平常在照佛像的时候 我们如果又有愿望 我们的功德 也会很大 所以我们在 那个 学习进行品里面 华严经里面 进行品说 说的 睡眠使物 当愿众生 一切自觉 做故四方 那我们现在就能够先学会 当我在照佛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发愿 当塑造佛像 当愿众生 得佛 敬眼 然后度化四方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发愿 你这样发愿的时候 以后你是不是会得佛眼 得佛亲近眼 你就有 得佛的一切种子 就能够去 度化四方 一切众生 让众生离古得乐 说妙法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 让我们能够 借着各种的因缘 能够去 培养我们的福德 能够把握住 我们的这个 三个因缘 物识的三个因缘 那第一个 我们师祖 我们能够 有气胜财 能够 进宗师 自首师 无损师 跟应食师 那我们 掌握到我们的 福田 有六道的福田 还有苦的福田 还有有恩的福田 还有 有德的福田 第三个财物里面 我们有 色舌未畜 还有种种种种 这些财物 让我们掌握到 财布式跟法布式 那我们这一次 先讲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会 祝大家 一切功德圆满 佛弥陀佛 大士法师 民国四十六年出生 淡江大学 气管系毕业 十三年前 在南投县 埔里 文圣寺 医治 圣开老和尚 剃度出家 法师出家后 喜欢子修 研读经典 从事佛法教育的工作 并经常往来于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等地弘扬佛法 近年来 法师荣卫大小胜 致力于 原始阿韩清的 专研 特别对 忽人 忠观 大智度润 石柱 琵婆 沙润等 有很好的体验 法师说法 度众非常重视 教学相长 培养信众 独立思考的能力 更以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大众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佛法的广博奥妙 我们继续讲 离苦得乐的妙法 布施 布施能够让我们离开 内心的 千贪 的苦恼 也能够离开 外在 没有财务的苦恼 所以 布施是非常殊胜的 还记得 我们布施有三个因缘 第一个是 施主的用心 第二个 是福田 接受布施的对象 第三个 布施的财物 这三个因缘成就 那就可以成就 一个布施 这个功德 那以后就必然有它的果报 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 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浅很浅的问题 那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 当我们 在家里面 如果你拿了一个种子 不管是树的种子 凤凰树的种子也好 还是一个水果 梨子 还是芭蕾 还是葡萄 都可以 反正一个种子 跟土壤 水分 肥料 当它 合合起来的时候 种在土 土里面 那 使节因缘成熟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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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